当平埔族证明议题讨论不断的同时 一群平埔族的年轻人选择透过展览方式 分享自己追寻自我认同的生命历程 以及青年在文化跟现代之间所面临的矛盾跟挣扎 开启与社会大众对话的空间 没有名字的人平埔族群青年生命叙事展览 22号在凯达格兰文化馆举行开幕查会 现在平埔证明的议题 其实在立法院就是烧得很热 可是我们希望不管这个争议到最后变得怎么样 都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平埔族群 其实是活生生的在大家面前 然后很努力的很希望可以在文化当中实践出来 让大家认识 就是一开始就是从自己知道自己身份之后 就开始去询问家族中的长辈 就是我们族群的故事 还有一些我们文化传承的状况这样子 然后再比照文献上的状况 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 希望就是未来可以就是再重现这样子的文化 主办单位北市原民会主委陈一辰指出 过去凯达格兰文化馆每年都会举行 平埔族的展览 不过都偏重在物质文明的部分 今年是第一次同时邀请到了26位平埔族青年 透过生命书写的形式来分享自己的族群故事 那今年的展更特别的是 我们邀请了很多的平埔族青年轻人 他们藉由自己的认同去追寻自己的平埔族的故事 那把这些故事就串联起来 我们相信这样子的展在呈现之后 应该可以唤起更多的年轻人 平埔族的年轻人对自我的认同 他们也期待透过展览的分享 让社会大众知道他们并未消失 想更深的认识和了解的民众 22号开始到8月5号 不妨到凯达格兰文化馆走走 原是新闻二十一顾台北市采访报导